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到了關心氣象的時間了 我們趕快透過這個衛星雲圖 來看一下今天全臺各地的狀況如何 可以發現今天各地 其實包含是離島地區 還有馬祖地區 都是一個多雲道晴的天氣形態 但是要注意 午後的中南部地區 還有各個地方的山區 都還是有一些舉步短暫正雨的情形 而清晨的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零星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時候 要多加留意天氣變化 並且攜帶雨具備用了 那趕快來關心一下 今年編號第十一號 颱風摩羯的最新動向了 我們從這個中央氣象署的路徑前視 預測圖可以顯示 可以發現這個清臺摩羯 他未來會朝這個西北的方向 往呂宋島北部到巴士海峽的 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麼預計到這個週二晚上開始 臺灣的東半側還有南側 就會受到他整體的這個颱風 外圍環流影響 水氣是會逐步增加的 所以我們會在持續的觀察 接下來的颱風動向了 那接下來的降雨趨勢的部分呢 其實今明兩天的天氣形態 都還是蠻類似的 可以發現全臺大致都是吹起一個 東北到北風的情形 所以在迎風面的北部 以及東半部天氣相對都是蠻好的 是以維持一個多雲到勤的天氣形態 那麼到了午後雷震雨 比較容易發生的區域呢 就是這個被封測的中南部地區 還有南部的山區了 比較可能會有一些局部大雨的出現 那麼到了這個週二晚間之後呢 可以發現整體的天氣的變動 是會比較大的 主要呢就是受到這個清台摩羯 外圍環流的影響 迎風面的東部 以及南部降雨機率是蠻高的 所以提醒大家這段時間 要多加留意天氣預報了 而這樣的不穩定天氣形態呢 其實會一直持續的到週末這段時間 受到整體的低壓環境影響 全臺都是有雨的天氣情形了 至於昨天的最高溫 是出現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新北的三灑區的 高溫來到四十點六度 第二高溫出現在桃園的八德區 三十九點六度 而第三高溫則是出現在 新竹縣的竹東鎮 高溫三十九度 其實呢可以發現其實高溫 都是集中在這個北部的地區 那麼今天氣象樹也持續了 發布高溫特報 各地的天氣都是蠻明 蠻眼熱的 都可以看到呢 包含是雙北地區 桃園新竹縣彰化 臺南市高雄以及屏東縣 還有宜花東的地區 都是亮起了晨燈 也就是代表有連續出現 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另外呢包含是基隆市 臺中市以及嘉義線 則是亮起了黃色燈號 可能有三十六度以上高溫 出現的可能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今天的紫外線 還是不能夠大意外出 要注意好防曬了 可以看到今天的紫外線 全臺都是紅通通的一片 來到過量等級 所以提醒大家 在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 這段時間最好是 不要在烈日下活動 並你們中暑囉 最後的氣象小叮鈴 有三點要提醒觀眾朋友 降雨的部分呢 其實午後都主要集中在這個 中南部以及各個地方 都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雷震雨的 所以外出的時候 要記得攜帶雨具備用了 那麼青台摩羯正式生成了 預計在週二的晚間開始 就會對臺灣的東部以及南部 受到這個外圓環流的影響 其實會有一些雨勢的出現 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氣變化了 那麼氣溫方面 其實各地普遍都是落在33到36度 天氣感受上滿悶熱的戶外活動 也要注意好防曬 並且多加補充水分了 那麼以上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